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人听到咒语也难受 流泪 委屈吗 生下来都委屈 别说是活得这么大了 有的人一出生都开始委屈了 上一次修行过 不准备来的 很多人觉得我又投胎了 我又没成就 或者他真的潜意识里面很多人是委屈哭 还有就是慈悲心具足的如意哭 就是悲心 慈悲啊 但是不要弄到就像冷眼镜里边悲魔入侵的那种 看见人家杀鸡 你哭得稀里哗啦的 是吧 但是前几年你吃了很多肌肉的哦 今天看见人家杀鸡 你就哭成那样了 忏悔啊 觉得我吃鸡吃错了啊 什么 这样有点啊 这会被那些不屑服的矫情是吧 你吃鸡的时候也没哭 现在哭成这样是吧 但是说轻微的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 尤其是修慈悲心的事情 一段时间看见吃 吃肉就叫吃自己孩子的肉 看见什么 他是有这种 突然就有这种角色的 这种角色也是梦怀泡友的事啊 只是个修正过程啊 你也不要辅定你的 你继续修修修圆满了 就是说 离下不是无情 你一定要知道离下不是无情 就是说 你看见离下只是不像人类那般的用情啊 只是那样子 人类用情都是手足无措的啊 然后是情不自禁的 然后呢搞不定的啊 情一起来都不知道自己东南西北的啊 就是荒头的啊 然后没有力量的 人类的情是情欲是没有力量的啊 但是你只是离情 离情以后啊 离像以后的那种情是一种很有力量的啊 空性 它不是无情无义啊 它才能把 全身性的把力量 你情欲一生 你其实人已经受恐绑了 已经在乎了 就是年龄了 心力不够了 知道吧 我知道 哭一段就不哭了 是一个过程 以后再随着功夫提高 有一段时间哼哼的 就不哭了 是吧 好像很无情的样子了 就是刚开始 过一段时间又觉得自己啊 又很柔软 很喜悦 有段时间又小哭 有段时间又伤感 反正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反正基本上 大家这些都会演一遍的 这会在修行的 啊 痛苦啊 就是有时候啊 很有 觉得心很冷 很横 哎呦 离像的过程 那你还有欲望嘛 吸气啊 你要使劲的离 你这不对自己很无情 不使劲的拉 然后那个拉得过猛的话 心就会哼哼的 因为你的有很教程的拉回来 你就心变得恨恨的 硬硬的 冷冷的 如果有人这个趁着在伤害你 你就把 你就冷心了 这个时候再撇空一点就夜市了啊 然后还由于伤感 这个时候又由于伤感 就觉得这个世界啊 众生 是吧 有的人说众生太可怜了 有的人说众生太无名了 也会苦啊 有的人觉得众生真是不能看啊 觉得众生一头头 就觉得众生太 尤其人力不能看 人性是恶的 人性是邪恶的啊 失望 绝望啊 这些全会生起来 你人力生的那些东西都是错的啊 也不是说错 不过是真是无厘头的 反正我们就是巨大的淹没在 在人的肢戒海洋里面 人性的 人的肢戒 对人道 人性的认知 对人的相的认知 对人性的认知啊 这是所知障啊 这些障碍 这些所知障也会障碍你啊 很绝望 你知道你累 你伤心很多都是肢戒的问题 嗯 你不觉得有时候一句话 别人一句话 你心里很生气了 一下子你的就很累了 有的人坐在那你看到脸色都不对了 一下子能真的是就射心 把你的心脏啊 佛法太影响你了 就要有时候我觉得 你先听闻之间吧 我不建议你说先把工作就放 全身心修行 你会迷失的 迷茫的 你先把之间搞清楚 把空性这块搞得很圆通 很圆满 刚开始零一段也是可以 但是最终大家是在家人 在 最终慢慢的大家 稍微在做的时候 练得有点不着笑 离向的功夫的话 在世上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离向 六根的离向和关闭 每一件事都修行 慢慢你在这个世上 起行动年每一件事都在修行 你觉得你是个行者了 知道吧 这个时候你就很像个行者 真的是 人家都说 就是佛法的痕迹很深 就是一看你这个修行的 知道吧 甚至你不带个列祖什么人家说什么 你看 张口闭口 你一般也是说这些 还有就是你吃素啊 横像 这个一段时间 慢慢再破佛像 再破法像 就是就回到 吃喝拉在红尘里边 但不是你说我去吃个大排档 你就破了 那没用 不是那样 是你修正到一定时候 自然的 法像就消失了 自然的随着你的功夫的提升 你是不是大排档不重要 明天你没有法像 即使你坐在法座上 或者是你坐在树餐馆 或者是什么 你也不像个 就是 比如说 那是个修行的 就是那修行的痕迹会解弱 慢慢的 但你也不是说 你就俗的要变成反复了 就很俗的要怎么样 是一个过程 你现在已经自不在此 就是自不在红尘里边的每节势力了 所以你无法从红尘里边的很多事上 获取快乐 因为你有佛果 如果现在你正佛果了 你会很开心 知道吧 你当然说 你也会开 觉得见了佛菩萨 或者 就是你的志向已经不在 就是你的欲或者志都不在红尘的这些事情上 你无法一直这些事来 从心里来喜悦了 这是其一 其然你刚才讲的就是 这也是个过程 刚开始修行 因为离向嘛 离向关于欠容梦怀泡影嘛 那这个世界肯定是没意义的了 是吧 真的都没意义 何况你还把它关起一个梦怀泡影的事 是吧 离向的过程 就是红尘的东西在离 但是你又带着习气欲望 习气欲望是被红尘的东西前一时诱惑的 然后你在抗拒自己的习气欲望的时候 红尘众生是把买足习气欲望才会快乐 是吧 现在你在抗衡自己的习气欲望 因为离向的过程 你为什么有相可离啊 你为什么离这个辈子 因为你要么就依赖他 要么就有定义他 或者是你喜欢他 是吧 你才离嘛 最起码是有他了 你在离的过程中 其实是跟自己的习气欲望在抗衡 知道吧 这个时候是最没趣的 你知道吧 因为满足才会快乐 不满足离八世纪的习气欲望 这是痛苦的过程 是吧 很伤心很痛苦很无力 很无力的一个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中佛是说 你不是真的在拔 你需要按空性症界来离 就是说我空他空 你才叫真离 你真的直接上有这个字 不是说真的有个东西 你能离开他是吧 你要有个东西拿发或者离的话 你是离不开的 是吧 就像你失恋了 你有个情人 你这你每天就算你不见他 但是拆下眉头又刷下头想他 那你这个事情还没理 知道 是有一天你见了他 都不知道你是谁啊 这就彻底雷了啊 这就这就他就不再影响你了 就是 就是不再谈论这件事了 这个人就从你的记忆开始 这个感情这段感情结束 啊就可以慢慢 如果压在心底把它压制 或者说我放下了 那你肯定还有点痕迹 啊这个离的过程就是 就是痛苦来自于你的喜气欲望 就离向过程 然后离的过程慢慢的 而且你在求某一个东西 就是你在修行知道吧 那离向的过程 然后一段时间 就即使你在坐地上 就要修一段时间 那是个生命就没太多意义了 因为心的空性的正直界 还有新的禅定功夫没立起来 就这边没出来禅定功夫 空性的正直 你的开户 还没有达到一个果位的境界 那这边又离了 那这不是很无意义吗 很无聊的事情吗 嗯 是啊 嗯 就是空性的这边没没起 就是说你的内政境界不够 外边不感兴趣了 那么坐在这不是个木头吗 是吧 不反应了 里边的乐 才愿没兴起来 外边又缺离了 是吧 又不会满足自己的口欲啊 喜气啊 不去 不去逛街了 不去买新衣服了 不去涂指甲油了 不去把指甲上画个蝴蝶了 是吧 什么都不搞了 因为搞也没乐趣了 你就不愿意弄了是吧 没意思了好 那些没意思了 新的意识没生出来 新的意识没出来 你这卡在中间肯定是个木头啊 然后觉得是活的有啥意义 人家木头也有意义的 这就叫木头的意义 就是没反应了 你看那棵树 它是万物皆有灵嘛 那个树没有情 但活得很开心啊 是吧 你怎么知道人家不开心呢 是吧 继续修正就好了 继续修正就好了 你没有错 继续慢慢就过了这段时间了 但是你每个阶段 当你了解了自己这段的状态的话 你就很勇猛的就继续下去了 木头就木头怕啥呢 你还觉得是不是我打坐错了 你是一个很有感情的 很有灵气的木头现在 所以你不会变成木头的 不要怕我 是不是死了变木头了 不会的 你还真没变 还变不成 木头可能变了 因为总会乱动 你说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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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